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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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他们家在做安利的时候 我开始觉得他非常讨厌 因为我觉得他跟我讲些什么 都是想跟我讲安利 以前对他的印象就是很凶 很酷这样子 那就感觉他很有个性 因为我看到安利的价值 我觉得他对家庭的保障 他对未来的保障 所以我就开始觉得 如果我有做一些改变 生活可以更好 那我就愿意做 刚开始无数一拒绝安利 而在看懂安利对生活 家庭与未来保障的价值之后 他毅然决然投入安利事业 他自认条件不好 所以比别人更努力 他勇于改变 学会包容 也学会跟不同的人合作 他们夫妻带着两个孩子 从地下室开始创业 用明日是今日弊的精神 全心冲刺事业 让他们不到35岁 就上了钻石 之后用三年的时间 达成执行专才钻石 他们的成功证明 任何背景 学历与条件的人 只要愿意改变 在安利事业都能成功 也证明了 年轻成功不是梦 我的习惯是今天的事情 昨天就要做完 我觉得我在任何一个行业 我都可以做得很好 因为我透过安利的锻炼 如果我想要在这条路上 努力的时候 我应该要认真地 对待自己的每一天 我真的是觉得 在做安利之前 跟做安利之后 真的是差别非常大 其实我知道他人很好 但是他没有办法 跟很多的人一起 我觉得他真的 他做了很多很多的挑战 我一直是一个很努力的人 我觉得勤奋的双脚 应该走在自己的道路上 我觉得在传统创业下 我有非常多的 风险必须要承担 我可能必须要牺牲到一些 我的家庭时间 失去我的健康 我认为年轻人在安利这个平台 非常的幸运 可以透过业余的时间学习 拥有自己的事业 我会选择在安利事业里面 创业的最重要原因 是因为它没有被受限 你不同的条件 不同的能力 你都可以创造属于 自己风格的一个事业 在我上钻石的隔年 我就想要上行政钻石 我们用三年的时间建设团队 培养人才 只要放对了位置 再频繁 它都有它的价值 那我认为如果年轻人 能够拥有自律的精神的话 他们一定在安利事业 能够更有效率 更卓越 更发展更好 波折与磨练 是成长的炼金石 天生的际遇 没有让无数欲放弃人生 一次次的挫折 反而让他更加的努力 他不仅实现梦想 拥有自己的家 更与另一半康智许 勇敢把梦做大 在安利大家庭中 帮助更多的伙伴 打造全方位幸福人生 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 不是因为我想自己过得好 我希望更多人更好 能帮助自己成功很幸福 能够帮助更多人幸福 是一种成就 安利主海 来自各行各业的社会精英 精彩演出自己的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